养花何必买肥料 一勺葡萄糖就可以让花更艳 菜更嫩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 二花将很多朋友问我 这个植物需要什么肥料 那个植物需要什么肥料 其实养花需要肥料 需要17种那么多 但是呢 现实中我们养花 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肥料的 专业的农民才需要那么多肥料 在家里养花 其实我是很简单 一般情况呢 就是一瓶花朵的噩耗 或者是一瓶零刷二星角 然后呢 加一点葡萄糖就搞定了 没那么复杂 今天我上网去查了一下 葡萄糖能不能养花 结果我找出来的都是一些 非常简单的说法 就是告诉你 葡萄糖可以养花 然后呢 就告诉里面 这里面没什么营养 基本上用了就是效果一般一般 而且呢 很容易招来那个小虫子 是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 我在楼顶养花 我在阳台养花 我就经常用葡萄糖 而且呢 我发现用它养花 比起其他的肥料 效果真的很好 的确的 葡萄丁糖里面含有的营养不是很多 植物所需要的17种元素里面呢 它仅含有三种 一个是碳元素 一个是青元素 还有一个是氧元素 三个元素比主要为主 虽然它元素含量不是很高 但是呢 它是唯一种植物可以直接吸收的糖分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砂糖啊 红糖啊都属于大分子的糖 而这个属于小分子的糖 它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们喷到植物的叶片上 植物是可以直接吸收的 而植物您知道吗 植物的光合作用主要合成的东西 就是合成葡萄糖 所以呢 我们相当于是直接帮植物打了药 打了葡萄糖 这个植物葡萄糖多了 光合作用多了 我们都知道植物的根的吸收能力 就会变得更加的强 而根强呢 就会吸收更多的图养营养 所以呢 我们养花施肥之前 其实前两天呢 施肥的前两天 一般情况 比如今天我施肥 我就提前两天给植物喝一口葡萄糖 很多朋友呢 在家里养花呢 都是阳光不是很足的 尤其是在家里住在商品房的 经常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的光照 那么您就可以试试用葡萄糖来养花 因为呢 这个就相当于给植物补充光合作用 每天每次使用的时候不要太多 一般情况呢 我是50倍的水 然后直接把葡萄糖加进去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搅拌均匀呢 直接喷到植物的叶片上 葡萄糖的使用方法呢 网上有很多种说法 有灌根的 有那个埋的 但是我更多的是喜欢直接叶面肥 这样子更能达到光合作用的效果 使用的时候呢 非常简单 直接把它喷到我们的植物叶片上面就可以了 这东西不仅对蔬菜有效 而且呢 对那个开花类的植物呢 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给我家的西红柿也喷一下 这西红柿呢 正在挂果 果汁的产量也挺大 给它试用葡萄糖之后呢 葡萄糖提高它的光合作用 从而增强那个肥料的吸收 让这个西红柿更加的甜 刚刚换盆的枝子花 也可以彻底的喷一下 充足的光合作用 可以让它更容易浮盆 更容易重新生长 这枝子花在这个花盆里面 是刚刚换盆了三天 今天的第三天 一般情况呢 葡萄糖使用呢 三天两天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植物施肥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施花多多二号啊 快点施叶变肥啊 快点根肥都没有问题 因为呢 充足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呢 已经让这个植物的根系变得很强壮 这个时候给它施肥料呢 它就会有很好的吸收能力 对于肥料的利用率也会明显的提升 有了这样的双管齐下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肥料或者是个植物 吸收肥料之后 长得会特别的棒 当然呢 有朋友会问呢 这个两个同时使用好不好 我用过之后呢 我发现呢 这两个还是分开的使用 葡萄糖先提前两天使用 然后这个是推后两天使用 这样子才会达到最佳的效果 如果是同时使用呢 你会发现呢 可能效果会一般一般 因为这个可能要跟天气 温度等等原因去判断的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你 如果你在家养花 想要养花长得更好的话 您不妨试试用葡萄糖养花 好了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